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執委馬仲爺說 醫護人手近年的離職潮 以手術科、麻醉科和放射科較為明顯 加上某些專科 包括心胸外科 一向缺人手 相信即使日後修例 引入非本港培訓醫生來港 都無助解決問題 不是太大可能 找到一些很有經驗的 尤其是我剛才討論過的專科獨特人材 因為我的專科獨特人材 其實全世界都不多 很大機會進來的人 都是一些比較年輕的人 可能在醫管局慢慢開始受訓 當然數字應該會好看 但我們看數字還要看質素 中層離職 一些獨特技術 帶有獨特技術技能的同事離開 那些服務影響了質素 我又不太相信 在短期內 找過那些方法 可以完全解決到 有意義的 症 OK 有意義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